set的意思就是七 那么set的发音 希望大家注意 词尾的对是要发音的 而对前面的字母 对反而不发音 这也是一个例外不符合语音规则的现象 下面一个单词叫做er er的意思是小时 但是在法语里面 er除了小时之外 er也可以表示几点钟 也就是说 跟我们刚才学过的set搭配起来 set有两种含义 有时候是七个小时的意思 有时候是七点钟的意思 要看这句话的语境来理解 下面一个是既是名词 又是形容词的 叫做deni deni的意思是一半二分之一 下面一个是名词swar swar的意思是晚上 swar之后是借词a 这个借词a的意义是非常多的 借词a一般表示在某个地点 但是以后我们会见到借词a 可以起到其他的作用 有时候这个借词 甚至没有什么意思 它只是写到某种语法作用而已 下面一个名词是antre antre的意思是入口 例如我们刚才学过名词cinema 把它组合在一起 alantre du cinéma 就是在电影院的入口 下面是一个副词 dakar dakar的意思是同意赞成 表示赞成对方意见的时候 我们一般用dakar来表示 最后一个形容词 是形容词antre du antre du的意思是 说好了一言为定 在这一课里面 我们要学习以下的几个句型 首先第一个是请求许可的句型 但是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请求对方的许可 要取决于你跟对方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跟对方之间不熟悉的话 要使用比较正式的语言 那么正式的请求许可的句型 叫做bouhéjé 后面加上动词的一个不定词 它的意思是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例如bouhéjéantre bouhéjéantre 问的就是 如果跟对方比较熟悉的话 那我们就用不着 用bouhéjé这么正式的句型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形式 叫做je peux 后面同样是加动词的不定词 例如我们刚才说的两句话 也可以说je peux entrer je peux sortir 表达同样的意义 但是这两句话的语言层次是不同的 那么当对方向你请求许可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 对于正式的问题来说 我们一般用bouhéjéantre d'accord 或者je vous en prix来回答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 都是允许对方 都是答应对方的表达法 如果跟对方之间比较熟悉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 basis ok 或者basisproblem 来回答 同样也是允许赞成的表达方式 我们这个课要学的下一个内容 是终点的表达法 表示终点 一般用无人称句 以赖来表示 在这句话里面 希望大家注意 这个意了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他那意了 这个意了 在法语里面 叫做无人称主语 这个意了 不代替任何人 也不代替任何东西 它只是起到一个 语法上的主语作用 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那么意了 后面加上数词 再加上我们刚才学过的宁词 er 就是终点的表达法 例如 I la neveur 它的意思就是 现在是九点钟 I la setteur 它的意思 现在就是七点钟 如果现在不是整点的话 现在是几点半 几点三十分的话 可以用到 我们在课文里面 学到的另一个单词 叫做demi demi 一般用介词a引导 放在er的后面 例如 I la neveur et demi 现在就是九点半 I la setteur et demi 现在就是七点半 但是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demi这个单词 放在er的后面 它必须得跟er 有一个阴阳性的配合 也就是说 er是阴性名词 所以demi 放在er后面 一般是要加er 好 下面进入我们的互动练习环节 邀请两位同学上来 跟我们做一下询问时间和回答的练习 好 首先请这位同学来提问一下 现在几点钟了 gallard ad-din il est six heures il est six heures 希望你注意连诵 six跟er之间是需要连诵的 il est six heures il est six heures il est six heures 很好 谢谢两位 好 下面我们进入这课的最后一个环节 走进法国 法国人有一个特点 他们干什么事情 都很讲究航推附 也就是说 无论做什么事情 他们都是要预先 预先商量好 预先约定 请人吃饭是要预约的 去银行办事情是要预约的 揪车 找医生看病 都是要预约的 甚至连理发 剪头发都要预约 刚到法国的中国人呢 往往是感觉很难适应的 那么一旦当你确定了 航推附的时间和地点呢 最好还是准时到他 但是法国人呢 时间观念不是很强 有时候 可能你准时到了 对方没有准时到 这个时候 希望你耐心的等待一会 还有一点要提出来的是 法国人的约会 一般来说 迟到并不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跟迟到相比 更不可取的是 提前到 他们觉得提前到 才是不太礼貌的 那么大家觉得 法国人这种时间观念 是不是比较奇怪呢 应该说 跟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 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在这一课里面 我们学习的是 法国人定约会的方式 希望大家回去多做复习 谢谢 第三课 您讲法语吗 大家好 在上一课里面 我们学习了 法国人约会见面的方式 那么在这一课里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法国人对自己本国语言 是怎么看的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 这课出现的 几个新的因素 这课我们需要学习的 第一个原因 是一个笔话原因 这个原因是 嗯 发嗯这个原因的时候 口腔的形状 以及嘴唇 都是跟我们之前学过的 原因啊 比较相似的 但是嗯实际上 就是在啊的基础上 加上鼻音 气流同时从口腔和鼻腔冲出来 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嗯 嗯 这几个单词 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我们这课需要学的第二个原因因素 同样是一个笔话原因 这个原因是 按 发按这个原因的时候 舌尖要抵下尺 舌前部略微抬起 跟我们之前学过的原因 爱是比较相似的 实际上 按就是在爱的基础上 加上鼻音 请大家跟我读 按 按 放在单词里 请跟我读一遍 蓝 蓝 三日 蓝 我们在这一刻需要学习的第三个因素 同样是一个笔话原因 这个笔话原因是 按 按这个原因跟刚才的按相比 开口度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不同点在于 发按这个原因的时候 嘴唇要向前突出 成圆形 同时开口度是比较大的 请大家跟我读 按 按 请大家订阅